另外也有很多海外的抬腳 他也不願意佔這種便宜 他也覺得我怎麼腳那麼少 但是是目前的制度讓他腳這麼少 他就是腳749 所以如果你分級他也願意多分擔一點 也有人這麼向我反應 很大的僑民都是這樣的想法 他不願意佔便宜 可是他覺得台灣的醫療跟健保很好用 用又怕人說話 我們要找一條路 能大家都能夠平衡的路出來 如果我們的健保準備金低於1.5個月 那我們就要考慮調漲健保費 是不是這樣 對 基本上這是在健保會裡面 基本上做的一個在財務規劃上的建議 不過大概是一個月到1.5個月 就要啟動我們收支聯動的機制 好 那什麼時候會面臨這種狀況 如果按照目前健保的試算 什麼時候會出現 我們準備金可能會不足1.5個月 最快是明年 明年吧 也就是說 明年如果按照規定 健保費就需調整 就可以調整 昨天行政院長他有說啦 他目前是沒有調漲健保費的計畫 也就是說 就算健保費不漲 那健保就面臨了很大的財務壓力 是不是這樣 對 那至於就是說健保費 健保調不調整還是健保 我們在法上面是賦予健保會做收支聯動 考慮收跟支 所以明年是不是一定會不夠 只照著現在的一個使用跟成長率 推估會叫 那依照我們的財務試算 就是我們之前設定的目標 財務壓力來了就要漲了 這個也是部長 那本席最近要提案修法的 我覺得我們健保的 要永續的經營 來保護國人 這個是我們台灣 這個幾乎在這次的 疫情期間讓大家覺得更珍貴的 就是我們的健保 那健保裡面 因為有不公平的現象 我們當然要逐一的來調整來修正 就好像我所提出來的 現在在我們講的黃安條款 就是黃安條款 現在長年居住在海外的 健保的認定是一年 在國內住不滿183天的 其實依照我們目前的健保分類 我們在場每一位國人 你在健保費的收費 你都有一個項目是符合你的 那這些海外的台灣人 就海外台橋 如果他除了我們前面幾類所排除的 例如留學生 像公家單位或者是私人企業住外人員 或者特殊行業像遠洋漁業的從業人員 以外呢 這些沒有住在國內的 長期住國外的 通通編在第六類 通通被認定為無固定收入 現在他們全部通通繳 最低的7.49塊 你覺得公平嗎 對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類別的認定上面 因為在健保最主要的一個精神是量能付費 全體分擔 所以應該是把他的能力要找出來 他能力有多大 不管是在國內賺的錢或國外賺的錢 都代表能力 那有那樣的能力就必須有一定的分擔 這是我們要考慮 第二個整個的醫療體系除了健保之外 還有我們的醫療體系的建立 所以這有稅上面的一個投資 所以在海外人除了他固定的 或是經常或是可能的收入以外 另外要加上一定比例 對於稅金的分擔 這樣才對國人才公平 對 也就是說因為他在海外 他就是在我們的分類表 他就是無固主嘛 他可能是在 在受聘於國外公司嘛 那這種狀況 過去的分類 就通通把它塞成 認定為最低收入 繳最低的錢 這個顯不合理 對 因為這收入沒有辦法查核 所以變成這樣 但我覺得應該有一條辦法 去認定他的海外的收入 然後併入我們量能負占的一個系統 我覺得這個才申報制 我覺得立法的精神就是 你要來申報你的所得 那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海外的這些 這些台橋 你要設定一個跟國內同胞一樣的一個表 一個收入表 來收他不同的費率 比例還要再增加一點 加上對於這種醫療體系 這個細節 當然是授權由健保署去訂定那個收入表 這樣才公平 對 然後你申報也許 我們沒有能力去查核 但是申報者你要自己負責任 如果在個案上有些 有些我們認定不合常理的 但是基本上 這個 使用者付費 還有 公平性 這個我們應該要趁這一次 這個 因為防疫期間 大家看到 健保對我們這麼重要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漏洞給補起來 還有 我還是說 我們不是那個使用者付費 就要落實量能負擔 對 量能負擔 就是一個公平正義 公平性 對 另外也有很多海外的台橋 他也不願意佔這種便宜 對 他也覺得我怎麼繳那麼少 但是是目前的制度 讓他繳這麼少 沒有錯 他就是繳749 所以如果你分級他也願意多分擔一點 也有人這麼向我反應 對很大的僑民都是這樣的想法 他不願意占便宜 可是他覺得台灣的醫療跟健保很好用 用又怕人公圍 不好意思 我們要找一條路 能大家都能夠平衡的路出來 另外 我也 我也肯定健保署 他自己也挑出幾個認為應該要 彌補的那個漏洞 像那個停保 付保 還有眷保 這個也不公平 他出國兩年他就停保 他出國兩年停保 他這兩年 就是說他這期間停保他的不繳任何的健保費 他一回來他就申請付保 這怎麼可以 這就是個漏洞 這個也應該要修正 還有就是說 你依附在眷屬 黃安就是一個漏洞 他公開說 他的健保他是眷屬 依附在他老婆在台灣 他依附在他老婆 這個海外 如果眷口數 每一個人的保費要相同 那跟我們國內狀況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 健保署也應該要 做一個整體的一個思考 我們應該要利用這一次 希望把我們的健保制度 讓他更周全 所以應該是健保 是國人 有國籍的人都應該保 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保 也有這樣的義務 所以應該是沒有所謂的停賦保 那量人負擔的精神要落實 停賦保要改掉 怎麼樣來平均分擔 讓整個的僑民也好 或旅居國外人 都能夠安心來使用健保 而讓大家覺得公平正義 好 謝謝 好 謝謝部長 謝謝我們林俊憲委 我們下一位